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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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Tell me why 大家好 我是美食說的千千 為什麼要唱這個呢 因為我剛從銀座的走過來 新橋這邊 然後不然路上在放這首歌 我好復古喔 對 今天呢要來一個老主題 新拍 那就是我們要來挑戰 100個餃子 博多巨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之前來吃過呢 究竟100顆餃子 吃起來會是 何これ呢 因為我之前是新宿店嘛 這次我們來吃吃看新橋店 我們就一緒に進去吧 而且我現在看到很多那種 上班族 看起來就是有點 二次會正準備要開始 其實我是滿興奮的 不然我們等一下裡面 會不會看到有喝醉的人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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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進來了 然後我其實已經有些 預約要挑戰100個餃子 但是呢 我還想要點一些其他東西 配 等一下吃完就可以 所以我點了一個 串燒7個 然後 茄子 等一下如果吃膩的話 可以變個味道 因為其實我很久沒有拍挑戰系列 我最怕其實是我吃膩這件事情 我吃我剛剛點了一個這個看起來超好吃的 等一下結束的時候我要來吃吃看 因為我今天不是要挑戰100個餃子嗎 所以我點了一個大杯的烏龍茶 但我不知道它大杯會這麼的大杯 我跟大家說橫式影片還好 但直式的影片我整個人只剩下頭 是富江嗎 我的其他的吃的先商量 先來吃個這個 好幸福喔 它有點鹹 但我覺得配酒應該很剛好 然後咬起來其實外面那層有點乾 但因為等的時間有點久 久到其實我有點餓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一個餓了的狀態吃它 就覺得哇 怎麼這麼好吃 還沒開始已經先開吃了 因為真的有點餓 雞味很重 這裡有雞皮菜 你看 我看雞皮鑽會不會臭 雞皮鑽不會 但可以再烤焦一點 這個看起來也很好吃 這個滿好吃的 檸檬的味道 而且裡面滿多汁的 吃起來有那個柚子胡椒香 我覺得應該留一些等一下吃的時候配啊 好 我冷靜喔 不是 不是 因為真的 一個小時過去 謝謝 哇 它這邊有在計時 然後 欸 它是50 所以是60分鐘欸 我在網路上查的時候 它已經現實是變成40分鐘了 沒想到這邊還一樣是 好 那我放在這 這樣看得到 欸 這邊看不到 對啊 他們應該覺得我 看起來非常的 悠閒 いただきます 我覺得他們客人有點太多了 所以以至於呢 他們其實 有點 應接不暇 然後我現在已經感受到它 好像滿 滿 滿 滿軟跟滿燙的 餃子的醬油 我是不是還有一點緊張感 那我開始吃囉 哇 好燙 哇 好燙 哇 好燙 嗯 嗯 我覺得它太滿了 因為吃起來 還軟軟爛爛爛的 這個感覺要給它堆高 這個感覺堆高 讓它不要那麼的受熱 喔 茄子 我把它移過來 因為鏡頭 直視的看不到 好燙 我想起來我上次覺得它 男的地方是很燙 好燙喔 我覺得我這次吃好像沒有… 覺得沒有那麼好吃耶 好燙 好燙 甚至分不開 嗯 這個好吃很多 有一點比較脆 我覺得它有點像是半解凍的狀態 是要去煎 所以它沒有那種一顆一顆是完全分開的 因為你看我這樣子甩喔 它是… 有了…要分開了 它是整個都黏在一起的 很熱鬧在這裡 很熱鬧在這裡 我的串燒來了 大家如果要挑戰這個 可以點一些其他吃的 不然會容易膩 很像燒賣 這個 這跟我之前吃到的味道差滿多的 最後一個 完了 記得我在上一天吃的時候 店員會在旁邊就說 倒數倒數 在這邊的話 因為大家店員都太麻 所以我現在結束之後 因為老實說我也不確定我按的暫停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想說還是等他們來按好了 謝謝 我這是… 我上次有說想買這個鐵鍋嗎 它那個鍋子請婆媽媽喜歡買廚具的人 務必要買 保養效果超好的耶 好到爆炸 等一下 這個超重耶 我覺得我上次挑戰我來說 我想要買這個鐵鍋 但我現在不會 很重對不對 我覺得它的這個茄子滿好吃的耶 茄子加那個大腸 這個超下飯的 隨著時間越來越晚 大家的聲音越來越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到 我想再吃吃看它的串燒 因為我剛剛吃綜合串 我覺得雞肉味道有點恐怖 嗯 嗯 這個就正常 它有點乾 啊…欠 嗨 它這間開很晚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住這附近啊 想要到這裡喝個酒 我覺得也滿適合的 從銀座到星條這段距離超多居酒 我覺得走一走 你就會發現很多上班族 有點微醉的狀態 很像那個什麼 那個EMOJI不是有一個那個 綁那個領帶的那個大樹的那種感覺嗎 就是你在路上會跳滿多的 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來體驗一下 結束了呢我們的博多劇場 100個餃子的挑戰 我上次拍應該差不多3 4年前了 然後因為我其實 這一次會回來重新拍這一間店的原因 是因為我當初挑戰完的時候 他不是有給了一個 一整年免費吃餃子 有點忘記詳細規定是怎麼樣 反正我這一次是想說 因為我當初挑戰成功的時候 我沒有再回來吃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這一次就來吃吃看 我挑戰成功之後 隔兩天再來吃 結果這個活動好像已經結束了 所以呢 所以呢我們就是 老主題我們就再拍一次 而且我這次吃的是不同的分店 我覺得這一間人手不夠 所以以至於其實我覺得餃子 沒有我之前吃的味道 口感上我覺得差滿多的啊 就是 對就像我剛剛前面有講 就是我覺得它 是一個火候可能沒有控制好一個狀態 所以口感滿 滿神奇的 好啦大家有興趣還是可以來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口味上偏重 那就很適合喝酒聊天 越晚越熱鬧 因為大家酒喝多之後就會有很多話題 甚至我剛剛隔壁桌 跟我的隔壁隔壁桌 他們就變成朋友了 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交朋友的話 可以來類似這種店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最後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講 掰掰 我怎麼覺得有點害羞啊 怎麼樣這樣 因為一直有人經過我 我現在臉皮越來越薄怎麼辦